气氛严肃的市府大厅 一有闲杂人等接近 朱卫景马上绷紧神机 然而实在很难相信 维护市府和民众安全的朱卫景 竟会对前来陈情的女子进行猥胁 民众闻讯都觉得太夸张 也感到毛毛的 原来一名新竹市警局 派驻市府警卫室的潘信远警 被控今年春节廉假首日 趁一名有中度智障的女子 挂着陈情板现身市府大门 要陈情时 他见对方只有一人 尽心声歹念 把女子带进服务中心 利用糖果饼干取得信任后 进一步对他猥胁得逞 事后还要求对方不得说出 女子离开后 告知情人决定报警 然而面对女子指控 潘信远警除了时刻否认 甚至还反咬女子说谎 如确有试案 本局节铺宽带 依法原办 最后判刑远警被依强制 猥胁罪前移送法办 只是检方认为 远警的作为已经严重破坏 人民对司法人员的信赖 加上犯后脚事犯刑 毫无悔悟 已经见请院方 重重量刑 以示惩戒 记得孟昕金语 新出报道